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边 小心点啊 可是谁曾想过 朕拥有这些的同时 还拥有承担起这些责任的苦难 格尔丹在蒙古为患 而北边呢 沙皇室三边压境 还有这当中 这条黄河到处泛滥 你们再瞧瞧这下面 这悬谷海外的小岛子台湾 别看这岛子小 他能把东南沿海闹得海景四起 民越江浙这四个省 是咱大清国的粮仓银库 如果这些省不稳当的话 朝廷拿什么去护国 平叛 拿什么来安民 何为治和呀 好好意义吧 先从台湾这个小岛子一起 这第三壁府 便是抚慰严平王正经 因为朝廷平台之后 台湾军民人人皆大欢喜 唯一不欢喜的 只有正经一人 从此后 他从王位上掉下来 成为臣 成为民 甚至成为阶下囚 简直生不如死 这是三府中最难抚慰 又不能不服的 金者不在于永恒 在于王道正气 当年正式收复台湾靠的是什么 就是行王道持正气 现在王道正气跑到镇这边来了 他成了孤家寡人 玄谷海外